画繁为简,极致优化 大家好,我是小麦 欢迎收看迭代外贸研究社的分享视频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提升接触率的最后一部分内容 主动拜访 那么之前我们讲了 通过展前确认和现场吸引 来提升你接触客户 在掌握上接触客户的数量 那么最后一种呢 可以提升这个接触数量的方法 是主动去拜访 那么提到主动拜访呢 这里有两种情况 我们区分一下 第一个呢是展中去拜访 第二个呢是展后去拜访 那么首先来看展中去拜访 展中去拜访什么客户呢 主要是参展的下游的采购商 也就是说这个来参展的这个商家 他有可能成为你的潜在客户 那一般什么样情况下 有这种可能性呢 比如说他是做这个整套的成品的 那你是做部件的 那么相当于你可以给他提供这个相关的零部件 或者做这种 原材料啊 等等等等这一块吧 再或者呢是 你有可能给他做贴牌 给他做OEM 那么这有可能 是吧 那么他这个采购你的产品 那么这个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 你去评估啊 看看什么样的这个 这个参展的这个商家 有可能成为你潜在的客人 你要根据你自己行业经验来看 那么当然有一点 这个我们去拜访这样的采购商的时候呢 你不要盲目去拜访 你突然觉得 哎 事实上小麦说的很对啊 那我们既然去了展会嘛 我也可以把这样的客户 通过去拜访 他提升我这个接触率呗 这是个方向 但是呢 你一定要注意操作的一个过程 不要盲目去做这块工作 他是有一个有一个体系的 那么你做好以下几点工作呢 才能够很好 就完成这个展中拜访的一个目的 那么根据我自己的这个操作经验呢 我觉得你做好四项工作 是完全有必要的 第一个呢 是你要提前去查询 查询什么呢 也就是说 你不要到了展会上面 然后去溜一圈 然后去看看 有哪个客人可能适合我 有可能成为我的这个潜在客人 我去跟他联系 这个很唐突啊 这个做法肯定效果不会太好的 那么你一定要提前去查询 因为一般来说呢 你都能拿到一个这个参展商的一个名录嘛 那你可以这个对号入座 看看这些企业 或者这些商家 特别当然是国外这些商家 你到网络上面去 一个个去看一看 对吧 看看他们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有哪些 有可能和你是对口的 你通过分析他的这个 这个网页嘛 去看看 从当中去挑选 真正有可能跟你合作中潜在的客人 那么这个工作呢 是去进行这个展中拜访的一个大的前提 否则你盲目去拜访 这个我觉得效果应该不会太理想的 那么第二个就是你 锁定了这个 你可能去拜访的客人 以后呢 那你要提前准备资料 对吧 这个资料当然肯定是有针对性的 这个资料 不是简单的 说你拿到这个掌握上面去的这种样本呢 或者宣传册啊 你就去了 拿了名片给人家了 那这个意义不会太大的 对吧 你很难去吸引他的 那么这个准备资料你要根据他网页上的 刚才说他的一些情况 有针对性的 去准备相关的一个材料 从当中去突出你的优势 找到可以吸引他的点或者找到你们确实能够合作的一个点 这个具体的技巧呢 还是推荐你去看 我们前面讲这个赞助策划里边 有关客户这个采购流程和我们这个销售流程这一块 就你从那个里边去寻找相关的一些技巧 那么第三个呢 你是要注意时间 也就是说 哪怕这个你觉得非常好 那你也不能一去展会 你马上去做这一块工作 为什么因为别人来参展 他有他的主要工作 是 他的这个展会的一个工作 而不是来接受什么 别人的推销 对不对 你这个换位思考嘛 人家来参展也花了费用 那么他的目的什么 他的目的销售啊 他的目的不是来采购啊 所以说你要注意时间就是什么呢 我推荐大家呢 你用这个展会的这个快结束的 那个半天吧 去这个有针对性的去和你选择的客户进行一下沟通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的 起码能体现出你对对方的一种尊重吧 否则的话 你如果干扰对方的工作 那我觉得不要说这个 这次展会你很难有一个突破 你就以后再联系他的他 他进行你来可能对你的这个态度也不会太好 对吧 所以说这个要注意这个 跟对方去联系的一个时间 第四个呢 是找准对象 那么找准对象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区分清楚你沟通那个人的角色 他是一个销售人员 和我说是一个市场部人员 还是一个采购部的人员 对吧 因为这个 我这么说大家应该明白就是来餐展的人吧多数应该还是怎么样 是销售部的人 对吧 或者说是市场部的人 他是在卖东西的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想真正见了那个buyer 他有可能 不会到场 所以说呢 你一旦明确这种情况 或你去了以后确实发现这种情况以后呢 那么 你就要 找准沟通的一个方向 换句话说 这个我们在之前 讲这个 不管是 开发客户需求也好啊 采购角色的分辨也好啊 包括写开发性的一个方式也好 都谈得过这一点 对吧 包括你写这个开发性 对方是个sales的邮箱 那你怎么去能够通过这个 去拿到这个 这个 这个buyer的联益方式 对不对 这个道理啊 都是一样的 都是相通的 所以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借用 当时我们讲的内容就是 你要去想想 你的这一次登门拜访 对这个销售人员来说 有什么样的好处 对吧 那么你有可能说 你的产品 可能是在这个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 那么 如果说能够 和你们这个buyer见到面的话呢 如果能够使用上对你 对这个对方的这个销售来说呢 是 未来是有好处的 是能够帮助他进行更好的一个销售的 或者进行那个市场的一个拓展的 同时你也可以告诉他 你之前跟哪些这个有名的这个客户合作过 帮助他们怎么去开发这个市场 等等等等 这个是你这个 沟通的一个对象 对吧 因为毕竟这个销售人员和这个采购人员 他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这四点呢 是你如果去 展中去拜访下游采购商的时候 那我推荐你应该去做到的 或者应该注意的四个点 其中呢 这个 提前查询和准备资料呢 尤其重要 换句话说 不要去打盲目的 无准备的仗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